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 来 请坐 请坐 一号女士赵淑萍 56岁 河北衡水人 婚姻状况离异 康复理疗师 女嘉宾一上来 您特别显年轻 因为我刚才问王老师 王老师59岁 比您大三岁 但是您这状态比她好多了 那你这绝对是对我们化妆师都不尊重 为什么 因为化妆师给她化 化半个小时 给我化得化俩小时 那我还没她年轻 你说这不白化了吗 这样 孙老师您还是别得罪王颜老师 你拿我笔下回 行吧 那我这不两边都得罪了吗 我还得比了吗 来 咱们赵女士 其实真的是特别年轻 漂亮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 跟她的职业有关 第一个关键词就是 我是你的私人康复理疗师 这康复理疗师大概是做什么呀 就是生活当中的 我是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就是说外在的调理 一个是食疗饮食的一个调理 两种方式结合在一起 一般什么样的人 什么情况会找到您呢 脉性疾病有气管炎的 肺气肿 心脏病 高血压这方面的 就用食疗养生来给她调理 或是有的挫伤啊 胳膊疼 胳膊疼 或是腿疼的 身体不舒服 比较疲劳 过度 这个就是我们用手法来给调理 我听说马老师最近 好像就有点脖子不太舒服 因为老低头看书 肯定是 职业病 对 背部 肩 颈部这些问题 可以安安吗 可以 可以 马老师算是 对对 咱们先 你就是马老师先坐这 好 好 这个地方感觉有点 有些都粘连了 对 老低着头 对 粘连了感觉 时间挺长了吧 你别动 头别动 好 头别动 首先我觉得这个力度 比较合适 不像孙嘉义 孙嘉义说我给你揉揉 结果我以为他要把我给掐死 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不错 不错是吧 嗯 你想马老师这种情况 您给他什么建议不 做一个就是 颈椎操 颈椎操 嗯 每天就是说 能缓解 您教他一两个动作呗 也让我们电视机 观众头也看一看 我也练一练 好 就是你这个头啊 往后仰 能仰到什么程度 就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我们就用这个手摁着百会穴 这个手拖着下巴 我们就是往上抬 嘿 这姿势有点难拿这个 对 往上抬 嗯 完了这个在右面 在这样的身上 按着百会穴 再往上抬 就每天做个两次 嗯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嗯 就可以 哎呀 好 谢谢马老师 谢谢马老师 好 谢谢您 不客气不客气 好 其实这个筋螺 它就是库房 血位就是药 其实这个血位 只要给它打开了 它比吃药的效果快 您做过这种就是理疗吗 没做过 没做过 那看来您身体不错呀 我身体挺好的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种食疗 或者说做咱们的这个康复理疗的呀 因为我们家人就是 原来就是这个高血压病 或者就是他们过世都早 过世都早之后吧 我就在这方面就想学习 我的思想意识还是比较与时俱进超前的 那时候想考营养师 后我一想营养师这方面 我几乎就像上一些营养疗养院 食疗法的疗养院 上那去学习过 就是没考证 完了后我就加了一个康复理疗师 我听说好像还是跟您母亲的一次经历有关系 让您特有成就感 我母亲那次就说是七八天没有排便了 就是肚胀特别厉害 用一些就是那种理疗 康复理疗就那种手法 就是那个火疗 排的湿涵 这么样是解决的 完了一个是这种方法 我另外一个还是给它水 就是水草菜 季节性蔬菜 季节性水果搭配 就是以主食为副食 以副食为主食来调理 这个效果更好 所以其实最一开始的受益者就是您的家人 对 我们的家人 那现在妈妈很支持您做这个事情吗 特别支持 我们家人都特别支持 我母亲今年八三二了 是你特别棒 说明那责任心还挺强的 人家爱心比较有 家人责任感 对对对 刚刚我说的挺有责任心的 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包办的婚姻 所以您当初这个婚姻不是您自己选择的 不是 我姐给包办 家人给包办 那您跟这男士见过几面领的证啊 见了第一面 第二面就登记了 第三面就旅行上北京来了 我的天呐 所以呢就是特别不幸福 那当初您对这个男士几乎就是没有什么了解 陌生 那那个时候怎么就乖乖的就听大姐的话 就领证就结婚了呀 你要是不同意的话 就把你的杯子行李卷给你弄外的去 大姐啊 这么狠啊 我那时候就是感觉有一种 被逼无奈 对 就是那种 那为什么呢 就是能给我弟弟妹们安排工作 我大姐就这么答应没人了 所以说那时候也算是有一些迫于生活无奈 但关键是大姐还是觉得这家人不错 大姐实际对她家也不了解 答应的给我弟弟妹们安排工作 大姐就接受了 那后来兑现了没有啊 没有完全兑现吧 但是就是说中间插一个小故事吧 就是我有我们家孩子那时候在月子里嘛 这孩子那换尿布是一共140块 等我出满月之后我看剩70块怎么没有呢 怎么少一半吧 对少一半 是那种过去那种尿界子吗 对洗的特别干净 特别因为我这人很干净的 我是怎么出满月怎么剩70块了呢 我再看看我们家那葡萄 7月份葡萄不就熟了吗 一到熟葡萄的时候吧 葡萄就啪啪啪往下掉 就那粒都掉下去了都掉也吃不上 我说不要这棵葡萄树了 我等着一炮葡萄树我才知道 都埋在葡萄树根底下了 那您分析是为啥呀 我就觉得它可能一个是没有责任没有担当 肯定是不愿给洗 也就是这样 那可是我觉得这袍坑往树底下埋 这不是比那洗更麻烦吗 钱埋的呢 我也觉得挺奇怪的 真挺奇怪的 您问过他吗 没有 您都不跟他交流 交流不到一起 思想达不到共识 年孩子那时候是不是也使得 这种尿界的 我听见上面在为那个拿开水烫去 听见是洗 当爸爸了吗 应该高兴了 为孩子付出是应该的 你怎么能连洗都不洗 那你们那会儿老公 或者是当时 那我们她不洗 她不洗是我妈妈洗 因为她工作很忙 那您这跟她分开的年头 也不短了吧 02年分开 但是没有办手续 女人心必定还是软 完了又等了几年 02年分居的 然后办手续是在 05年 那说到现在也十好几年了 这中间没有再找过人 我就自己一个人带孩子 给孩子成家了以后 任务完成了 现在孩子多大了 孩子今年31 他自己有一份事业 是儿子是吧 儿子 对 在北京还是在哪儿啊 他在衡水 在衡水呢 对 自己在做什么呀 他做的是食品行业 我看他做得挺好 有尸体 我们各自独立生活 我做我的养生 他做他的食品 我们来看啊 这女士第三个关键词 就涉及到 她对未来的规划了 不委屈求全 不急于求成 对 这么听着您好像 不太着急找啊 因为我说我相信这缘分吧 就是一切都顺其自然 一切随缘 你要是着急的话 有些事情不是你能来左右的 咱得分什么事情来 我觉得这件事情 用这几个词我觉得很恰当 就是我着急 可能是缘分没到 对吧 所以呢我说不委屈求全 不急于求成 我就第一次失败了 第二次我特别深重 那咱不委屈求全 那就说白了 想找一个自己各方面 都觉得满意的 对 什么样是您满意的呢 首先他得有 素质修养内涵 因为我在这方面 我具备 所以肯定我要求对方 他也得具备 第一个我还是看 首先看我们俩有没有演员 这是最重要的 有演员可能才能 继续往下谈 要是没演员的话 可能是就免谈了 是吧 就是说您还是想找一个 帅一点的 不是说帅的 最起码我们走的话 跟我能相匹配的 那比如说吧 就咱们台上 马剑老师肯定没问题 这孙嘉一老师 这行吗 比如说拿他当一标准的话 您像那个马老 属于比较儒雅型的类型 可能我相对外相一点 这两种类型 您觉得哪种更适合您 我觉得儒雅一些 对 马老师不知道我是被淘汰 明白了 我们懂了 马老师您赢了 我真赢了吗 真赢了 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 斯文的那样的 咱我估计人家 可能不符合的条件 要帅的 是吧 咱不帅 长得还行 就是个儿一点 还挺自知之明的 这个岁数找人 可能更多的是找个伴儿 那下面这位男嘉宾 就是我听说 他对您印象好像还不错 咱们认识一下他 好不好 可以 来 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今天 一号男嘉宾 来 欢迎您 欢迎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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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坐 一号男是曹长和 66岁 北京人 婚姻状况 离异 工人退休 先生 我刚才听说 您对女士 印象特别好 是吗 不错 挺好的 哪儿好呀 挺稳重的 挺庄重的 而且谈组都挺好的 她可挺有主见的 那没主见她也不找 我一般 就按我的经验 有主见的人 往往有时候比较厉害 厉害的人直心而好 你要是那种人 念不出溜的 更不好处 那您不怕 您不怕没事 有人急了卷您一会儿 不会的 不会的 因为这样人心而也正 也念不出溜的 也不好处 我觉得是 那您 您在说我 那您是属于一种 有含氧 两码 好久念不出溜了 是吧 那有含氧 我咋没看出来 是 休养 你是 走神了是吧 对 曹先生什么印象 没什么印象 没什么印象 没有 妈呀 没什么印象 要凉 这事 看来您对曹先生 印象不是特别的好 就是可能 不是你要选择的 对 能说说原因吗 我56岁 他66岁 从一个年龄 其他的 我就想 我不想再说了 是吧 个矮 我说 可以 可以 你说这些钱有多大 给你匹配的 可以给对方留一些 行 是吧 可以 无所谓 您还没见识过先生的才艺 那算了吧 别变强了 缘分我觉得谈不上话 自己肯定缘分 跟他们都是缘分 是吧 能够帅子这么多专家 肯定是缘分 见面就是缘分 先生您是怕女士说出来 您觉得不好意思 没念的还是 不存在 这个年龄了 怕什么的 不成 没看上 是不是 工资低 房子少 这都很正常 无所谓 您不说咱这岁 年轻搞得一样 他不是一个 不见得一丝有成 那就是像 比如像类似这种情况 就是对方可能 觉得一下子 就把您给否了 这种情况 多吗 会有吗 不多 他还是第一个 真的 对 还真是来几次都不督促 他还是第一个 那这会儿心里有点受伤 一点没有 我要是不行了 对不起 不耽误您工作 您别介意 我说话 你多想了 我都知道我有什么缺点 你知道吧 行 没关系 一个各方面来讲 不扶你 无所谓 没关系 那女士这样 那祝福一下先生好不好 我们就离开现场 无所谓 祝你找到一个合适的 祝你早日脱单 无所谓 好 那谢谢您 咱们可以到厂家休息 好 我们到观察时当中 继续来看我们的节目 双方的条件和双方的 一个是内在外在 两个才能相匹配到一起 我就觉得我们俩 方方面面都不融在一个频道上 就说我人呢 就说他一点 比较实在 而且呢 干什么事都踏踏实实 不是我自夸自己 有责任心 又负责 除了他挑的说 非得要那个 庸俊 高大的是不行 要想过日子的 我觉得我没问题 我感觉您好像 其实还性格挺开朗的 对 您老说您个儿矮 个儿矮的 就是 你这个儿是能说吗 大概是多高 太能说了 一米 原来是一米六多吧 现在抽本一米六一的 原来是一米六五 现在抽本了 就是原先就一米六五 现在还抽抽了 抽抽 方便要不咱俩比比个儿 比比个儿行 我跟大家一会儿说 我这暴露实际身高 我是一米六 然后这鞋跟 差不多有个十厘米 这么着 你就说是到一米六吧 一米六 抽了 几位老师看 这先生和我比这个 大概差异大吗 还是大 还是大 确实是 确实是 这个因为本身女士都显个儿 因为女士都比较挺拔 是吧 站得就比较 然后男士呢 就相对来讲 就是我们概念中认为 他应该比你高 所以可能就是期待就高 是吧 就是来 先生先请坐 来 就是说如果要真的是 对颜值 比较 这个 比较颜值控的人 可能这个确实在先生来说 是一个短板 可能会比较难找 但是我真的说实话 我通过跟您这种接触啊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我能感觉到您特开朗 还行 还行 反而不小心眼儿 哎呀 对男嘉宾的身高 都有什么要求啊 那我要求也一米七五左右吧 嗯 太爱了 您多高 我一米六 您呢 我要求的话 觉得也得一米七以上吧 个儿还不是什么缺点 不是缺点 我觉得不是什么 太像我们这个 六十岁往上的人呢 我跟你说像我 这么一米八多高的 特别特别少 就我们小时候 特别特别少 那您现在要找的话 您觉得是 您更看岁数呢 还是更看他 就身体状态 只要身体状态好 年龄可能不那么重要 我的原则就是说 找的目的 第一个是踏实 咱过日子 我呢 说心里话 咱也踏实地 给你一个安全感 是吧 而且在一个 你自己 各方面的 你自己竟然找 找到什么呢 找到一个安全感 嗯 或者咱再说高点 有点性不感 其次呢 就是身体得好 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得有退股筋 这次来呢 问我 就是小刘问我 你是外地的行不行 嗯 因为第一次来 我说不要外地的 就要北京的 因为北京它很 各方面都方便 嗯 待遇也好 等这次来 我说外地也行 这当然 最起码得有医保 嗯 退股筋呢 一千也行 反正我六七千也够上 嗯 不多 所以其实您还是图一个 生活能安安稳稳 对 稳稳稳稳 安稳稳稳 互相尊重 互相理解的就行了 而人那差不多都有 不是说要这岁数 什么漂亮不漂亮 是吧 太漂亮 过四五十也吹了 那漂亮也重要 刚才那女士还得找顺利有点 谈不上也谈不上 那我得问你了 其实要说起来 您这要求还挺现实的 对 您本身也是 谈吐也挺好的 也挺能聊得来的 那我听说您好像 还有一次失败的情感经历 就是一热线 他不是说 不是 是见的几个 就都是咱们这儿的 都是说的 咱们这儿就说的 我觉得特别 觉得特别有希望 而且特别靠谱 他是怎么是 跟王总认识可能是 他就说挺好的 开始说挺好的 后来他就说 跟儿子上美国了 后来他儿子是干演员 会上美国 这么他跟着走了 在国外定居 对 等于他把我甩了 他说真对不起 我可以手机给你 看现在还有呢 他说咱俩永远是朋友 人挺好的 北京的 前面大间就住 遗憾不 因为这事吧 也谈不上遗憾 人家也肯定的 为了孩子 您跟他相处了 有多长时间啊 四十多月吧 在美国 那没说 比如说你们谈个异地恋啥的 或者您跟着一块去 不去 我不去 我也不去 他邀请过您吗 没有 他也没邀请过 如果真邀请您 邀请不想去 因为我归宁在英国 我英国归宁在这 我都不想去 本身咱们到那以后 语言又不通 字又不认识 等于傻子 瞎子似的 你到那各方面都不方便 出门也怕丢了呢 您这么个打货人丢不了 不过怎么不丢啊 那他的建筑都要不像咱这似的 那都是那种那个洋楼什么 你看都差不多 您都会啥英语啊 我听听 厕所 威尔 拖一丝 拖了拖一丝 都忘了 学了几句 不怒啊 主要就问厕所在哪 问厕所在哪 警察嘟嘟嘟嘟嘟嘟 说一大转 给我直晕了 那最后去城了没有啊 没有啊 最后就那个 碰一个中国人 我说厕所在哪 就在那 让我转 不能 但是来讲 那好多人不会英语 不会英语 多是中国人 对呀 人家不会英语 都在那里 他在这时间长了 在一个还是北京好 咱们能说话 在这儿跟谁聊两天 到等课去都 一见面都Hello 但是人不跟你来往 八年前 我在国外生活了四年 在美国 在加拿大 不同的城市 去给他们朋友介绍我 我有这个两个国家的 十年网款签证 多次去 教教中文 做做家庭的管理 这先生太有意思 发现跟您聊天 是个特开心的事 是吧 其实我跟你说 我是两性的 一个是能静 二还能聊 但是聊对了 那没问题 但是一般人不聊 所以我们这位先生 三个关键词 大家看 第一个前面我们说过了 我只相信选择 然后第二个关键词 那真是一句大白话 那就是哪儿也不如加好 是吧 对 我觉得在你们这儿 既可靠 而且靠谱 不像有的网站 瞎忽悠那个 这点儿的 确实说心的话 待会儿来 我这探探条的想 待会儿来 还发现 心想之声打电话 说爱子到里面 就跟到娘家似的 确实可靠 而且呢 自己有希望 到里面就看到曙光了 那就我们这儿 也是跟家似的呗 就是绝对是 到你们这儿说爱子 觉得哎呦 看来我就有希望了 因为什么 你办事牢靠 靠不住 因为我跟你说 我就这样 您也是 我也这些想法 就是像我们这个 六十岁往上的 有的时候 我什么这个那个的 什么物质怎么怎么样 实际上呢 不能说它不重要 但是你没人是不行 我现在这真是体会到了 这爱情它真是个难题 我想问问您觉得 您自个儿难在哪了 难在哪了 一个呢 咱们身条件 不是那么优秀 首先一点吧 我不忌讳说 个爱 现在人都简单 高富贵是吧 高富帅 高富帅 对 帅 现在还说错了 孙大他也挑战 个爱不行 肯定是 这是最略的条件 别的住房 也不是特富裕 两间房也不大 在哪儿啊 就在子竹院 我们租设的 在子竹院 那这个位置挺好的 个位置挺好的 租楼都期间的 你也不能租出去 自个儿住哪儿 原来我一直租住呢 去年才回来住 那您还有别的地方住啊 那给原来老婆住 那分开了 他这儿 我这儿是我的 您跟前妻是分开 多长时间了 分开的点是不多 有那么六七年吧 就是办手续 还是说是这个 真正分开住六七年 第一次我就开始 因为什么呢 我们吵嘴的 我就出去住去了 这合着您是 就到了都得五十多岁了 是吧 才办了这个离婚的手续 对 为啥呀 就是因为脾气不和 不是 一个是脾气不和 就是再一个就是话敢话 我们这么说 原来做我生意 做我生意以后呢 后来不做了 不做就 他搞一段什么美容 就跟他似的 搞这个 我呢炒股 我炒股呢 他又不是听人说 说我赔了 回一打架 打架我一生气 走了 一走 一隔开 就分开了就 那是真赔了假赔了 真赔了 那人生也不冤呢 原来是做买卫的 后来没事干 那儿嫌不住 一般在那儿 他干过 他嫌不住 他搞那些美容 我搞那个股票 那说实话 您都赔了 赔的不多 赔的不多 赔的不多也 赔的十万八万多 你们炒股忙 十万八万还不还少啊 您呢 不会 是不是觉得炒股这事 这俩人同意才能干呀 夫妻俩人在一起 一个炒股又不同意 肯定得闹白 我觉得可能是个人爱好吧 按说几十年在一块 还是有感情的 怎么说分就分了 气也壮上 亲人俩挺好的 我老婆亲人也挺好的 现在还有联系不 没有 她现在在英国呢 根本归于在一块呢 看孩子的时候怎么弄呢 她看她的 看我的 我签我的证 她签她的证 就你们还分开是吗 对 不一根去 我是19年去的 我去了六次了吧 孩子呢 孩子怎么看 有没有劝你们说和好 她大 她无所谓 你们觉得谁是那个过得好 就自己过自己的 闺女现在是定居在英国吗 不回来了 定居 在那边结婚了吗 结婚了 也有小孩 有 几个孩子呀 俩了吧 那人在那边 一家子其乐融融的 您一人单班在北京 多闷的 那有什么 我现在习惯挺好的 她那边还得给看孩子 多累啊 所以我就什么 咱该的人 说个言转啊 就是一个踏踏实实的 国日子 你尊重我 我尊重你 我呢给你一个安稳的窝 生活上呢给你那吃喝无忧 但是你得有一宝 其实我什么都好 玩也行 开车 哪玩去 你自己也有车是吧 有车 无所谓 其实我挺想开的 但是来讲到我现在 为什么呢 该怎么说 你终归老了 吃雾杂粮不可能不得病 你有病怎么办呀 大碗水都没有 为什么我急着 七十天是我急着来 街坊就是 没几天不舒服 等第三天去世了 三天了没人知道 闺女也在北京 所以我说不行 还得找一个 这家伙 有病难 端水都没有 把互相之间照顾 得有一个人 还是那句话 满腔人里不如半路夫妻 所谓有人呢 就是我有事了 我给谁打个电话 叫人 叫人 这也算有人 如果 人家打个电话 都没有人的话 那确实 这是空调老人 就是没人 这也很危险的 心上猝死死 死了之后 家里人都不知道 有的一晚上 起来就没了 就没人 现在这种情况很多 您性格是挺开朗的 然后您刚才说的 都特实在 但其实我还是 有一点替您担心 说 发现什么呀 您别看这性格特开朗 这个 但是这先生 有特倔的地儿 不能说句 有个性 这都好听 你这些词也不对 我觉得先生 今天来都是影视我的 说这个 小心点 不要懒 不要懒 开玩笑 其实我特别同意 您那个想法 虽然在场 我比较年轻 我不知道这个 比如王老师 马老师的打算 但是我已经很早 就做这个决定 是说 比如咱们出国旅游 玩玩可以 但是我也一样 是绝不会出国定居的 我觉得那样不适合 对 就是可能还是 咱们要有这样的群体 然后在北京 家也在这 朋友也在这 对 软唠唠的 是吧 您说这个挺好 第二的 我觉得您 这次来选择 有一点特别好 就是您放宽 您的条件了 是吧 那更多看的是 人 可能这客观上说 所谓完全符不符合 某一个点 您已经不那么 完全特别的 收紧了 对 那我觉得这特别好 然后第三 刚才我听见 您的关键词 其实您更重要 希望的是陪伴 对 其实我这样的话 其实一号女嘉宾 确实也不适合您 不适合 可能不光是年龄的问题 她还有可能想去 做事业 还想继续去工作的 这种想法 可能对于您来讲 您想找一个 就真的是俩人 就天天在一起 是吧 您说俩一起出去玩 也算在一起 俩一会儿出去 开车旅游去 也是在一起 我觉得这种 是挺重要的 那我觉得您今天在这 肯定不难找 真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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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看看跟下面 这位漂亮的女士 有没有话题可聊 好吧 而且这个一直 我们的编导老师 在耳机里提醒我 说这位先生 其实有一个特别棒的 一个才艺 那是什么才艺 我们卖个关子 把女士请上来 我们给女士表演一下 好不好 就太好 谈出才艺 来 我们掌声 欢迎二号女嘉宾 主持人您好 您好 欢迎你 来 这样两位 交换一下座位 好 先跟下面 想握个手呗 可以 来 握一手 可以 可以 这是啥情况 现在这是啥情况 怎么女士上来了 怎么有点那个 是一种尊重 二号女士 鸾建平 62岁 北京人 婚姻状况 离异 社会退休 那个女士先说说吧 您对男士 刚才听完她的采访 有什么印象 我觉得这个位先生呢 性格挺开朗的 能把孩子 教育到国外去读书 说明教育有方 身体也挺健康的 不错 不错 挺好的 是吧 这先生 刚才我们前面说了 他有才艺 您猜一猜的 可能是什么才艺 能猜出来吗 有 那这才艺可多了 是不是 我还真是猜不出来 我觉得身体挺健康的 身体挺健康的 您猜的还真是沾边 跟这八九不离十 先生自己说吧 爱锻炼 不如打人吧 爱活动 没事自己打个拳 练练 您这打拳 是从什么时候学 年轻就学了 还是说是后来才学 年轻的时候 就是北京那时候 在老当好宫里头 北京五十多岁教 我在这学了八几年吧 那时候您多大岁数 二十多岁吧 那给我们展示展示呗 行 没问题 行吗 需要多大场地 教这儿就行 那不过场地 原来我就在屋里的 家里的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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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 再来 我们再来 这一路 我们再来 在那里 这一路 我们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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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路 我们再来 就是刚才看起来感觉 好像没使多大劲 这里边有什么玄机吗 如果真的实战比 碰上坏人了 能发挥作用吗 那没问题 就是说她呢 就是说你得如果她想抓 你要请你别 因为她有时拿着刀什么的 过了以后 如果你想寻她一下 先抓她手腕 别让她 如果有刀 那手里都 我给您来一个例子 来孙嘉一老师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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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 我听说你会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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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路线之前 说跟刘老师 孙老师你煮点夜 不是 已经给我打了预防针了 说这个您会武术 上次我们李洋 已经被您撂倒了 我比李洋身体还刷呢 我这行吧我这个 但你不是正好 来当反面调台 一个人练家吧 特谦虚 我当手刀行 你可以擅长 我马上给你买份保险 不是 听懂啊 这样 你也甭当刀了 你拿她当个小镊子 来偷我东西什么的 也行 行吧 您真轻点啊我真不行 我真是不行 一会儿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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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我在这儿坐车呢 后边有坏人了 我这样 您那手 这样呢 轻点 这样 我看着你 被抓 真使劲 真使劲 不是使劲 不是这个东西吧 不是使劲 摸摸你手 真有点 真的 这个的是抓这 不用劲 不过来 她是一个巧劲 对 巧劲 不用劲 但是你得有劲 我觉得她能对付一个 说已经可以了 毕竟练过这么多年了 她能对付小偷 小偷小摸摸 先生这个要是跟您一块出镜 应该是挺有安全感的 没错 我呢原来吧 做了一段生意 所以你出镜活特别小心 但是如果人多的时候咱不敢 人三个拿着刀 那咱要什么给什么 要是俩仨呢 没问题 该认怂就得 对 该认怂 那要钱给钱 先保命中央 要是俩一看没问题 所以身上有这点功夫的话 对 心里踏实点 要是比如说有遇过事 俩仨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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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仨 没问题 那我问问女士 这个如果要是您的另一半 身上有这个功夫 您感觉怎么样 那有安全感 挺好的 那要这样说的话 这先生您可以 比如说咱打打分 满分一百 现在综合来看 您给先生打多少分呢 85分 90分 这在您心里边算是高分 还是说低分 还是说一个什么水平 中等分 中上等分 中上等分 那先生这个分扣哪了 扣在个儿上了是吗 您瞧见 那不能说人这样 因为我对先生还不了解 初次见面 你要这么一打分 我只是打的是外表的 或者刚才聊天的 或者他的身体健康 但是通过了解呢 那还有很多很多的因素 也在分里边 对吧 那这样 那我就没有看到了 既然女士刚才说了 对先生还不够了解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更想懂 你看一下双方的匹配度 首先子女的情况 先生是有一个女儿在英国 是吧 对 也不回来了 就定居在国外了 对 对 女士呢 我有一个女儿在北京 做小学教师工作 我女婿也是小学教师工作 好 那我们再来看健康状况 先生的健康情况 看起来是非常好 那这个身体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问题 没有 都挺好的 血压什么的都挺好的 都好是吧 都好 真棒 女士呢 不算大毛病 也有一点点的 她谁要一号卖去 肝火旺了 肾虚了 她都给你说两条 但是还行 就是咱们一般 大家可能经常会问的 像什么血压 血糖 血打血糖 都正常 都正常 好 收入情况呢 先生现在是 六千 就是退休金吗 退休金 您这退休金可不低啊 那还高啊 女士呢 我的收入呢 因为我在社会上退休的 所以不算特别的高 不算特别的高 就没有先生高 对 差点 现在自己还在 干点别的事吗 就在这门头沟区 租的小房子 租的菜园子 我这三年吧 就做这个有机菜 自己干点 就是喜欢这个田园生活 小葱 这是小葱我认识了 小葱 还有啥 再出一个 您别说啊 咱考孙老师 这是啥 来 孙老师 这是不是 萝卜 这是萝卜吗 是吗 先生这是啥 是小白菜那种 不是萝卜的小白菜 黄英老师呢 茄子吧 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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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茄子是树 然后观众觉得 他都什么样的 茄子上这么狗 茄子 马老师选择不说话 刚才满地绿的 那是白菜 您觉得她的小菜园 怎样啊 挺好的 我也喜欢这种的 因为在城市里待着吧 看农村 尤其那个农摩市场 特喜欢 中菜我也喜欢 但是我也不会住 都是慢慢学的 我也是通过三年的经验 其实那时候我也想 我在农村帮个小院 那时候 那时候做个生意 上淮如蜜蜜去 开车什么的 特喜欢这 开始想着 有一房买下来 后来想 离北京这么多远 谁上那住的 那我先生问问你 如果真要是说 两个人在一块了 然后又都没有 什么其他的事 做 也没有什么其他压力 咱弄个小院 过过这种田园生活 你感觉怎么样 我挺喜欢这样的 这也挺好的 挺好的是吧 那您愿意 过这样的生活吗 这有有条件也可以 因为我年轻了 我也去过 我去过之前 我从 这是疫情两年多 快三年了 这三年前呢 我愿意在国外生活 我在有十年的 美国签证 加拿大的签证 朋友给我介绍过去 我就到他们家 教小孩的中文 换换技能 帮他家做一些 他家里的事情 他带着我开阔眼界 到纽约了 洛杉矶了 温哥华了 到处走一走 一直走了四年 我年轻的时候 喜欢旅游 现在也喜欢旅游 这是去加拿大 温哥华 维多利亚花园 这张呢 是美国的黄石公园 这张呢 是香港的迪斯尼 去过这么多地方了 迪斯尼 然后呢 年轻时候做管理港呢 也愿意穿点职业装什么的 以后有机会 疫情过后 还出去玩去 先生您再说说 对女士的印象吧 挺稳重的 而且看起来 还有一定的修养 还是比较讲究的还是 就是品位 爱好 总来讲呢 基本上就是 爱好性格也差不多 但是来讲 你说怎么能复杨都能融合 那就不好 因为复杨还是 没有过深的了解 想不想了解一下 基本上 挺想了解一下 因为就是第一地区 第二呢 基本上他 就是说经历啊 像出国还是什么的 还有些沿途 还是比较 有共同语言 有共同语言 你刚才说打分啊 咱们95分吧 谢谢你 谢谢 这分打得 三三说的 挺有修养的 成不成 都是北京人 对 都是北京人 而且呢 生活方式 说话 文化素质一方面 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 一方 那我问 先生您不许生我气啊 那说 我问问那个阿姨一句 说这个 您在意咱叔叔这个个头吗 对 个头我不在意 行了叔叔妥了 有机会 那您这么说 我不能说给书 给人家这个先生这个怎样 综合的来看呢 还得 你哪能说上来就给人说个头 就给人 就给人怕死了 对吧 而且内在多的教授 是不是 没 听出来没有 身高其实 我就是不在意 身高 50分 但是性格100分 这俩加起来 健康100分 是平均75分 人品100分 您要综合评价 我觉得这就是看的 比较全面 是不是 还要引领不引领 还要能不能引领 我未来30年的生活 对 因为我前40年生活 生活的不如意 那我就要生活的后30年 要有如意 因为后30年不能动了 老了 前40年的能跑能颠 谁也不触谁 谁也不愁谁 是吧 所以说都要衡量一下 所以我就来到了选择 不见得说非在在场的 这几位能找到 观众 观众 他也看到这个 他要觉得我这人合适 他也可以找我 我看到了那位观众 我也觉得合适 我也可以找他 对吧 女士 您知道 你这么一说吧 这男士心里边 刚燃起一团火 啪又给浇灭了 那别那么说 是不是 咱也不能 也不能蒙人家 冤人家 是不是 要一时一二是二 为什么我的 这我自己介绍一下 我自己了 我工作的种类很多 就因为什么呢 自己觉得不高兴 我就不愿意委屈自己 我就选择另一个行业 选择另一个行业 所以呢 选择人也是 这次我可不将就了 第一位先生 就是我那前夫 付出的太多了 我觉得回报的太少了 他们都没有回报 所以心里一肚子委屈呢 对 所以我后找这个呢 我就不要将就了 那这样 先生 既然您也觉得 对女士印象挺好的 那我们就来一块了解一下 这位女嘉宾她的经历 好不好 女士呢有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呢是 就喜欢挑战自己 刚才您是说了 这个就是闲不住 总是有新的工作 想去挑战自己 是这意思吗 大的企业做统计呀 做出纳呀 做劳动人士啊 嗯 然后又精通快速的 离着很近吧 头一天铺路的时候 我被硬拼上去了 一百多人有发衣服 我来发衣服 我来寄他们的考勤 以后做这项工作 所以我愿一个 就是说是挑战自己 看看自己能做什么 到中学当过班主任老师 还当过班主任老师呢 对 在技校 在大学做过生活宿管 嗯 在明小学校 那小学明校 老师讲完课以后 把孩子就雇数了 就一个门一个门 就进去睡觉了 嗯 就由我这生活老师来管 我也 我就觉得自己想干什么 我就要尝试一把 嗯 后来我觉得 哦 要到国外去 亲自有好朋友 给我引过去 嗯 说我家孩子三岁到十岁 我们要做工 你给我教教中文吧 那好啊 照着书又念呢 三岁的孩子 四岁的孩子就念书啊 你像这位先生家的 小宝宝过去 他学中文他没死了 他要到那儿 学中文的话 还要去交费呢 还要带着出去呢 对 十二岁以下 不许自己留在家里头 要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话 十一岁你都不能锁物里头 那么我去了 我就带给大的 你给他阿欧欧欧欧欧 你给他写大小天地 那他美得不得了 其实是这样啊 就是说我对这个工作岗位 本身没有任何的这个偏见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 其实特别好的一个工作 那您在家里面去照顾小孩 都需要做什么呢 需要做饭 你要做做饭呀 嗯 就跟管家一样 需要洗衣服给洗洗衣服呀 嗯 需要教书给他 教教他书啊 就这样 这就现在所说的挑战 如果说你不挑战那种人呢 得了 甭管怎么说 我跟着凑合看就得了 甭管好赖 我就能什么就得了 他属于 属于挑战就是说 我这是不行了 不合适了 我就换一换一环境 就不委屈自己呗 是吧 可以这么理解 好那我们接下来了解 女士的第二个关键词啊 这第二个关键词呢 就是老了老了离婚了 您是哪年办的首选 今年一月份 可能是一二月份吧 今年才办 我估计可能好多人听了都会 啊真的 对 怎么回事呢 因为我二十二岁认识的前夫 六十二岁跟他离婚 我觉得四十年 我就愿意干嘛呢 也别三十九年 也别四十一年 四十年离婚 您还是特意凑了个枕啊 对 特意凑了 因为我们就是感情不合适 看问题的方法不一样 就经常有就是这样 觉得老在一起不快乐 就是人岁数大了 不能老生气了 生气有病是不值当的 所以就凑凑凑个枕吧 他也配合您这凑枕吗 他也觉得老生气过着没意思 就这样了 那您刚才说前面您曾经在国外 还待过好多年啊 那也就是说你们俩 是不是一直都是分居的呀 对呀 我们俩分居得三十多年 分房十几多年 他也不是多么不好的人 工作很要强 在单位也很 要人家说也是挺优秀 人是人 职务是职务的 有点一官半职 但是回到家以后 那就不一样了 怎么呢 不交流 不沟通 没有未来的规划 没有设想 没规划 没设想 是啥意思呢 对 比方说我在精通快速路的时候 就说了 以后不交养路费了 可以买车趴在那儿 那他是十七岁十八岁就开车 工家给你配车 那你就买一车趴在那儿呗 想开自己带着老婆孩子出去玩去 他就不买 工家配车 工家配人 我买他干嘛 就这思维不买 那么现在想摇号他都摇不上 摇十年都摇不上 是不是后悔 后悔吧 那么我说的话他不听 就叫没有眼光 所以我要再找未来的话 我一定要他 要后三十年不能 稀了糊涂地过了 那我想问一下您 现在您跟他已经分开了 您现在也是这个六十多年 多岁的年纪了 您现在还有什么规划 就是说我一定要办的事情 我一定要解决的问题 有可能您会担心 跟另一半发生一些 矛盾冲突的 会有吗 那我要未来就要健康 这把年龄不拼别的 就拼快快乐乐 高高兴兴 这个男人条 要幽默 开朗 有见识 两个人过二人世界旅游去了 过过田园生活了 高高兴兴了 对吧 嗯 他能包容我 我能包容他 这彼此欣赏就可以帮助 嗯 那不欣赏 那谁包容谁 很多人到六十岁 就得有规划吗 没有规划就不行了 你看就是 这个年龄要跟着你的话 首先第一个 你得给我一定的安全感 是不是 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嗯 你要说看人生的规划 我就觉得 因为这个年龄都已经定位了 方方面面都定位了 无论是经济方面 无论是这个 生活方面 几乎都定位了 没有大起大落 嗯 就是只能是 就是性格看到对方 能不能合得来 就如果说这样是看上了 其实就是说 互相包容彼此 这个理解 嗯 只能是我 我就是这么看待 好 那我们就来看女士的第三个关键词啊 那就是 绝不将就 您这个绝不将就指的 都是在什么地方不将就 首先他能容忍我 而人没有十全十美的 他能为我的后半生着想 嗯 你要是跟我在一起 我为你三十年怎么怎样怎样 这个条件你同意吗 同意就可以 不同意就不同意 他为我规划人生 他能引领我 因为前三十年都我 前四十年都我引领这个家 嗯 他他也不是我的前夫 也不是不好的人 也是很优秀的人 嗯 当然就是在家里边的 俩人的性格不合 哎 想问问先生啊 刚才您听女士说的 他的这个 就是整个婚姻情感的这个过程啊 他就是觉得 这个对方好像有点不上进 是不是 您对这事咋看呀 也不能完全他错 为什么来讲呢 本身你们的家庭还 本身家庭不需要 你买一车 车是属于一种消费品 而且不保值的 嗯 你需要的时候买 他本身单位有车 你们家里有没有车 如果需要 家里头需要去 你还做买卖啊 买一个行 你没有你买一 花一个百万 如果你真有那富裕 也行 没那富裕 你花一百万买一车干嘛 嗯 我就没必要 得我看啊 你们要有两口子 因为这事可能也得打起来吧 对 不行 是吧 十万块 十五万买一车 那车牌子现在就只十五万 那你那时候 你知道车牌子生质 所以得有眼光啊 那就得有眼光啊 那不是眼光 那只不你自己的 自己的 自己的独自思想的考虑的 你没有根据的 可是话说来 没有 你买一车搁这几十万 过两天贬值了 十万块钱买回来 成了五万了 我不知道你那种思想 怎么办 那你开着工驾车 那就不能干私事啊 那工驾车 就是该干工驾事的 那人虽然好人不干 你有私人驾的车 那你抬手出去就方便呀 嗯 对吧 所以说 这就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就是你看啊 这俩人还没走到台下去呢 已经这个剑拔弩张 要强强起来了 几位老师点评一下吧 那其实证明阿姨 还是一个相对有些强势的人 或者说是一定要有主意的人 但实际上 从男性视角出发啊 这个我觉得先生 跟阿姨不那么合适 因为其实先生看起来 其实挺聊天的 也挺随和的 但实际上 其实也是挺有脾气的人 我觉得二人凑在一起 可能有点这个 这个属性要加重了 这都是火系的 您懂那个感觉 可能两人会有点冲 包括我刚才 您那个主持人 也看到在台上 就一个问题的讨论 两人虽然观点 只有不同 没有对错 对吧 但是可能这种谁也不服谁 回到生活里 会不会这个状态 就更异散一些 这个气氛就更好 我跟你讲 你不懂 我跟你说 就这个姐姐啊 她怕那个不说话的 不说话的 给她气懵了 是吧 打打一吵也是一种生活 也是有烟火的生活 我觉得阿姨属于是 当然不喜欢不说话的 对吧 受不了 然后但是呢 阿姨又不喜欢说 完全跟她要对着干的 对不对 是吧 所以阿姨也挺矛盾 基于这之上 我认为叔叔跟阿姨不合适 我个人观点啊 我认为不太合适 我现在是发现啊 两位呢是这样的 就是你们有共同语言的地方 是真的很有共同语言 能聊得来的地方 是真的很能聊得来 但是如果你们真的 谈崩德的时候 可能也是火星的四射 所以这个我想啊 可能任何一个婚姻 任何一段情感都是这样 就是说两个人 都是友好的地方 也有不匹配的地方 具体最终怎么选择 肯定还得看你们自己 但是给不给对方机会 那恐怕就是你们的事情了 所以现在呢 老师们的意见 你们可以做一个参考 那现在我是想问一下 就两位 你们是想 我还是希望 给对方一些机会 我们能继续的 往下去深入交流 还是说不行 我就算了 这位先生很优秀 真的 我认为不抽烟不喝酒 而且又有车又有房 不错不错 但是呢 作为朋友可以 我认为作为一个未来 三十年的婚姻呢 我们再考虑考虑 我们 我就觉得 我 刚离婚 不着急呢 就这样 好 先生很优秀 很不错 生活方式 行 没关系啊 不着急 我们现在的这个节目 还没有结束 我们也可以多再去了解一下对方 也可以多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那先生 咱们就稍微休息一下 那行可以 就这样 好不好 谢谢你 有机会见面 好 这样话呢 就不好交给我 就是我可以牵上你 是吧 某种情况下 就是作为男人 就能比较宽容 比较那个 有担当的那种 后来我开始 后来聊聊 在那个吃饭的时候 聊来还行 那后来就聊 觉得还是不行 好 那我们现在就认识一下 我们今天的二号男嘉宾 好吗 可以 掌声欢迎 好 来 欢迎您 好 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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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欢迎您来到台上 咱们跟你们拖个手 交换一下 你好 你好 请坐 好 二号男士 陈青燕 65岁北京人 婚姻状况离异 国企退休 这个从年龄 这个各方面 跟您还是匹配度 还是比较高的 咱们纯粹 从这个基本条件上来说 那我想问问先生 刚才在台下 听了女士的这个故事 这个对女士什么印象 挺干练的 挺干练的 是吗 如果要是说这女士 比如说你找的另一半 特有主见 买房也好 买车也好 倒是也不花您钱 但是她自己 就自作主张的 就买了 您会什么感觉呢 您是觉得没关系呢 还是说 会有点不舒服呢 我觉得一买 这些个大件东西吧 你考虑着 还是家里是不是适用 有没有用 有没有必要买的东西 你比如说一辆汽车吧 我虽然不会开车 但是确实需要也可以买 有条件的话可以买 这个先生给我感觉 好像挺好说话的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更想懂你 一起来看大屏幕 有一些必选项的内容啊 我们这个彼此了解一下 先看子女的情况 女士呢是有一个 是闺女是吧 对 女儿 闺女是在美国 没有没有 在北京学校工作 在北京 在北京工作 有个闺女已经结婚了 我记得是 对 但是还没小孩呢 对 先生您的这个子女情况呢 我有闺女归对方了 那平常跟您联系多吗 几乎没什么联系 那下面是健康的情况 两位健康情况都怎么样啊 女士的情况 应该还是不错的 我还算可以吧 不错的 先生呢 健康情况 我到底没什么事 没什么毛病 血压呀 血糖啊 这几个方面 都没事 都正常 好 都正常 好 我们再来看收入 先生基本的收入 大概是什么状况呀 我现在四千八 女士刚才是讲过是 我的收入是社会退休 不算多 但是我在外边 一直做点事情 不是吗 但是我现在 我有房子 我的房子 能给我带来一定的收入 就是外外出租 是吧 那您的住房情况呢 我就自己 一个一套义居室 在什么位置 大型皇宿 好 那下面 这个自选项的那种 咱们可以两位 各自选一个问题吧 没有问了 先生自己说吧 自己喜欢说哪个 就自己说哪个 您您最大爱好 先生可能是想问 比如说唱歌啊 跳舞啊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 其他爱好啊 这些我现在没有时间 要想去唱 我要想去学 我现在没有时间做这些 那么感觉两位 到场上聊了之后 这个气氛越来越冷 为什么 女士 是对先生有些什么地方 觉得印象不是特别好吗 比较朴实 比较 看比较善良 比较朴实 那是您心目当中的那一款吗 还差一点点 差在什么地方呢 您觉得 是外形呢 还是性格呀 还是指的是哪个方面呢 综合的吧 这个尊重您的意见啊 没有问题 那您可以先到厂下 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在观察室当中了解一下 先生的情况 但是最后我们还是有 最终选择的机会 好的 好 那谢谢您 谢谢组织啊 谢谢三位老师啊 谢谢 谢谢 然后见了两位男嘉宾呢 都是什么感觉 各有各的优点 但是我觉得要是来到选择 我要选呢 我还等着再找一找 都没太看上是吧 能说看不上 总觉得我 我再等一等 刚才我您一上来就问女士说 您有什么爱好没有 那我问问您啊 您现在有啥爱好吗 我也没什么爱好 我就还 我就 当时随便找那么一个 问人那么一下子得了 但是说实话 我刚才看您这个个儿可不矮啊 您是多高啊 我米85 那一米85在过去 可那真是大高个儿 没打个篮球啊 因为 学个体育啊 没有 也没干过什么专业 现在就是老宁不断地打鼓 早上前里有说打鼓的 就跟他们现在还打篮球去 就一般像我们这个岁数人 那也都是什么过人啊 什么之类的 都有都有 还有冲撞什么的 都有 会跑起来吗 能跑起来 跑起来没问题 因为我这个打篮球啊 从年轻到现在就没断 马拉松 半程马拉松我也去过 你还跑过马拉松 半程 什么时候的事啊 十几年以前的事了 吓我一跳 我还说现在 真要现在的话咱跑还行吗 现在不行了 但是一看先生一看就是经常运动 包括说您这个个儿啊 可能那个年代像您这么高的少 特别少 对 所以这个篮球选择了您可以说是 真的 真的是 然后能看出特别健康 我觉得应该马拉松比您 运动量还大 大家看啊 我们这个先生现在脚底穿的 还是篮球鞋呢 对于这个岁数的人来说 咱们穿一双这种 专业的这个篮球鞋 所以说明这个确实是一个 非常爱运动的人 是啊 那您这平常这个身体这么好 平常老跟这个伙伴们在一块打球 嗯 那您这么多年就没遇上过什么 这个比较合适的心仪的人吗 没遇上真没遇上 嗯 一直都是自己一人啊 哦 我跟你说我这把你的根用给我点 您俩胡椒云会有 就是 都整好了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位先生的关键词啊 第一个关键词呢 就是简简单单一辈子 就是说这个简简单单可能说的是 您的工作经历吗 对是 哦 我一直在做 从于工作在国企 然后到国企退休 原来做什么工作呀 我以前在手钢工作 机家工 钱工 哦 手钢 哦 那这个工作真的是很稳定 哦 对对 别说您一辈子了 好多人家里几代人都是在一个工厂里工作 对对对 那您家也是有上面有长辈也是在手钢吗 没有 就我一人就我一人在那工作 那当时怎么进去的这个企业啊 我是93年那时候那时候手钢就是就是招聘人 禁人特别多 嗯 就大批量禁人 所以我就随着就调应 那我听说您其实手特巧 就什么都会做点 哦 对啊 然后铁工活木工活都能干点 嗯 那放在家里边比如说能使的能用的 咱能在家里边做点啥呀 是 一般在家里我做的东西挺多的 反正就围绕这铁工活木工活 属于家具一方面有我自己做的 那自己在家里边能打家具是吗 订过床 嗯 订过床还有一个自己制作这个沙发 自己做沙发 嗯嗯 怎么自己做沙发 坐的那个位置是一个箱体 嗯 往这边有一个靠背 嗯 往打开那个盖就是个装东西的箱子 嗯 往那盖撂下以后就是个能做人 我自己设计的啊 但是那板料啊 嗯 是外边定制的 就是人家给定做 哦 人家给定做 给送了送到咱们家里以后啊 嗯 我按照自己的设计 自己再安装 哦 也不复杂 也没什么可复杂的 那也就是说要跟您 比如说一块过日子的话 那家里边这些大件啊 这些东西基本上不用女的操心了 对对对 这灯没问题 那像最简单的什么换个灯泡啊 下水管道坏了呀 那更不叫个事了 那对您来说小菜一点 对 那挺能个的哈 那手挺巧的 打家具挺巧的 弟弟到的那个老师 有点像个老公民寺的那种感觉 我们来看先生的第二个关键词就是 想有个家真男 哦 怎么叫个真男法 您跟我们说说有多难 我觉得呢反正跟跟跟女孩接触啊 跟人交流上比较困难 嗯 这个障碍比较比较大 不难呀 我看您这不是跟我说话挺正常的 您说的男是指的怎么个难法 怎么说 因为我们就是工作的时候吧 嗯 就是整个这一天到晚全是男工 嗯 接触女孩女工的时候 我们这几乎没有 特别少 嗯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就比较陌生 那您跟您前妻当年怎么认识的呀 您介绍的都是 那时候都很年轻吧 哦 年轻 嗯 然后介绍了之后觉得不错就结婚了 两人人介绍以后出对象啊 出的叫八成的吧 八 就叫九成的吧就算是 嗯 到那种程度了 马上就要成家了 反正成这时候呢 他妈突然提出吹了 咱们不合适 就非得要吹 那实在不应就算了吧 那什么原因说了吗 什么原因 我也不知道 我确实不知道 要跟您吹 那后来呢 后来怎么又成了 就说吹栗子了 吹栗子后来呢 那过一段时间就回来了 就咱们说咱们还结婚成家得了 嗯 再凑一块都得了 就这时候我们都欢迎的回来 嗯 但是我正守着 我是老小 我守着我妈我爸 他们他们也都七老八十了 嗯 然后我们仨都欢迎的回来 回来以后 回来刚成完家 没过多长时间 就能开始闹离婚 过了大概多长时间啊 也就生死了半年的时间吧 结了婚也就半年 就跟你闹离婚 就开始闹离婚 那孩子什么时候生的呀 孩子就是结婚整整一年 离婚当时他闹离婚 当时就离了吗 没有 最后也闹闹闹闹 闹到两年多的时间 就我那姑娘啊 一岁半多点了 正式离开了 就您老实芭蕉的哈 好像不是说 会有什么特别的挑剔的 一些事情是吧 我没有啊 咱们真是实实在在的 反正我一直我也没明白 就他这个就简单的这么说吧 投结婚闹吹 结婚婚闹离婚 就整天把离婚这俩字啊 就整天就挂在嘴上 所以说弄得我也烦了 我后来我跟他说呀 我说咱也就这样了 是吧 你要想离婚咱就离吧 我也实在受不了了 但是他总而言 可能女的比他爱他 没有他爱女的深 肯定是 他自己都整不明白 你看吧 他都没有那些逻辑性的 他自己都整不明白 因为人们看得挺不错的 挺憨厚的 挺普世的 那后来呢 再后来有没有再婚呀 后来到04年的时候 一个人呢太困难了 怎么叫困难呢 困难一个什么 关键体现在哪呢 我病了一回 我推着行车 我上医院去看病去 上医院看病去啊 我就 就扮骑着的状态 骑着状态 走到马路 走到马路 就摔倒了 我就摔倒了以后啊 后来过了两个人 后来他们俩 把我扶起来了 把我扶起来了 我就 坐了马路 我都来不及请假了 跟厂了说一声了 就 他说这人说的 说干脆吧 你赶紧把你家属电话 告诉我 我给他打电话 他说接你来 我说我没有家属 哎呀 那个滋味 崩溃多难受了 他说那怎么办呢 我也没什么 他说没什么办法 最后从屋里 给我倒完水喝 嗓子干得受不了 就这么着 就有那个经历 我一看 没有家属是真不行的 后来人家给介绍了 又成了第二回家 成了第二回家 这个人是个外地人 农村来的 在北京打工 我说这回可好了 农村来的 可能能把日子过好了 经过农村的 比较艰苦的经历 可能能够过好了 咱们一个工人 是吧 也没什么特殊的 结果跟他成了家以后 一看又不是 那么回事这个人 怎么呢 咱们挣一个 才想花三个 咱们也受不了 扛不住了 他都在啥地方 花钱比较冲了 老家什么什么 结婚得需要 有时候上签子 是拿您的钱给是吗 他没有挣钱 只不就是 拿我这的钱 当时我姑娘还上学 你得管她 是吧 那人确实挺困难 一段时间倒是 这样的事有过几回 有过几回 我也记不清了 另外他还有别的 什么项目 什么项目 又得多少多少钱 又得多少多少钱 这个人动不动 就把离婚都挂在嘴上 他还经常提离婚 他动不动就 这不合适 将来咱们 就以后咱们走不长吧 那他是因为什么 提这个事呢 他想享受的那些东西 咱们达不到 这您确实 我现在觉得 您总结这句话 是挺对的 这想有个家是挺难的 对对 没媳妇的时候 想找媳妇不容易 找着媳妇了 想把这媳妇留住了 也不容易 对 这09年就结束了 09年 09年结束到现在 后来再有什么 别人介绍的感情 或者一些经历 那就没有了 就一直单着了 一个六十多岁了 已经根深地鼓了 你觉得还能干 尤其是像这种半路的夫妻 更是不可能 除非改变你自己 你改变不了他人 哎呀 这先生的情况 让我听了觉得 特心疼几位老师 这一辈子 基本上都是孤孤单单过来的 而且啊 我必须得跟几位老师 其实要讲一个细节 就是刚才这个先生 在观察室里边 特别特别的体谅人 你像我们摄像老师 有的时候会比较辛苦 需要站着 这先生一直就得跟他说 哎 你做 你做 就是特别会疼人 也特别能看得见 别人的需要 需要的这么一个人 怎么会这一辈子 就是这样孤孤单单的 让人这么心疼的过来 几位老师说说 你们的感受吧 上次见我 就印象特别好 我觉得 这么本分的一个人 怎么在婚姻上 磕磕绊绊的 这么不顺 按说您的要求 无论上次听 还是这次听 我不觉得说 有超出很高标准的 那种非分之想 没有 今天在场上 把自己的 之前的情感经历 以及对于生活的向往 也做了一些表达 如果觉得欣赏您 他就不会抱 那样的一份幻想 否则的话 他会觉得 我跟这个哥哥 我觉得他挺好的 一米八五的个子 看上去也很健康 也挺能聊 他怎么不浪漫 我后悔了 你也不用后悔 大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咱们就奔着 平平稳稳 最淳朴 最简单的那种生活来的 好吧 希望电视机前的 符合条件的女士 尽快打电话 先生您现在如果要找的话 您有没有一个轮廓 您大概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比如什么年龄的 然后什么样的一个性格的人 我年龄上 我尽可能跟我接近 我今年六十五 别是个太小的 别岁数太小 那就是比年大型 最好比我们小点 小个多少 两三岁 四五岁 一两岁 两三岁 三十岁的就这样 反正六十岁往上 六十五岁往下的 这样的人 是吧 然后还有什么其他要求没 就是朴素的人 也是老师本分 简单一点的这种人 是吧 别遇上那么 就是什么各种奢望 什么特别高人的 咱们可达不到 没问题 再找农村的又怕不踏实 一年被蛇咬 十年怕静止 其实他 我觉得 那是不是找一个 俩人各有所需 当那个人没房的时候 住在他家里 他有所需 让那个人 为他陪伴 婚姻就是这样 没有说全付出的 对不对 这个我们电视机前 如果要是 您觉得我自己 这个年龄段符合 先生这个要求 然后同时我也是那种 本本分分 就想找个人 大伴过日子 对 为自己的老年生活 让自己有一些更多的色彩 不要那么孤单的话 我觉得您可以真的是 赶紧打电话 来找我们这位先生 那接下来有一位女士 可能是比较年轻 50多岁 但是我觉得 您也不妨和这个女士见一见 我们聊一聊 特别是 我觉得您可能 就真的跟异性如何去沟通 我觉得先生可能是需要 更多的一些尝试 和一些机会的 那接下来我们请上 我们今天的3号女嘉宾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三位老师好 三位老师好 好 你好 好 请坐 请坐 好 马剑老师很熟是吧 这个是以前来过我们节目的 你嘉宾是吗 这是马老师喜欢的类型 所以他很热情 所以马老师很熟 我们误读没认识 刚才我也在想 我是这样的 我是这样的 刚才我有这样一段话 我说我们起到一个 催花季的作用 对不对 那现场呢 其实我们就开始已经催大哥了 我说大哥握个手吧 因为大哥去想往这边一坐 我说你主动一点 其实也就是说有被动 等待的一个状态 哪怕一个微小的动作 我变得主动 这就是一个小小的变化 明白了 没有质变 但是有量变就可以 至少表达了 对女士的一份热情 对吗 明白了 所以刚才马剑老师 我认识你 所以刚才马剑老师 在表达 就对男士的一些行动的 一个认可 那这样 我得再难为难为你 叔叔 就是女士一上来 您给我们评价一下 女士的状态吧 您觉得女士 第一印象怎么样 平稳的 就是不是那么 特别张扬 不张扬 稳稳当当当的 还有吗 挺漂亮的 挺好 这个在我逼迫之下 全程都终于说了几句 挺好 不难为你 那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女士的基本资料 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三号女士陈丽华 52岁 四川人 李懿 康复理疗师 跟我们一号女嘉宾 很像 也是做康复理疗师 你们是认识的吗 不认识 那今天好巧啊 也算是这种巧合吧 您二位 刚才有没有交流过呀 你们做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 没有 没有具体的交流 我呢 主要做的可能 跟刚才一号女嘉宾做的不一样 我主要是做的是原始点 是全靠手法 我调理的呢 就是一些 一浪杂症 简单的几个血位 就能给它调理过来 就按一下血位就可以了 对 其实我们这个人体的血位 每一个血位它就是一种药 如果把这个血位打开以后 你这个人体它有自愈的功能 那您的这个血位是按摩呀 还是说咱们扎针灸啊 还是怎么样啊 要不我给你按啊 就按就行了 你不用按我 先生在这儿 经常打篮球 有的时候比如说难免的啊 腰酸腿疼 比如说打篮球打累了 有没有什么血位可以做按摩呀 可以啊 嗯 您可以给他示范一下吗 我给他示范一下 嗯 示范 为啥呀 别给人家钱 我这不是想让他展示展示自己吗 我展示他 您拦着干啥 大哥不是不想让您去帮他做理疗吗 嗯 我给他做 您指导一下行吗 可以 可以吗 可以啊 来 欢迎马剑老师 大哥可以吗 可以可以 这可以可以 可以好 有 我又转转了 来 您就坐那儿 您就坐那儿 来 请女士 到我这儿来 来 您大哥别动 来 您就坐这儿 您告诉我怎么做 您告诉我怎么做 哎 好 来 大哥感觉我的手怎么样 行 挺有劲的 不错 来 我准备做第二个动作 嗯 大哥觉得我的手法如何 挺好 挺有劲的 有没有觉得挺舒服的 挺舒服 挺舒服吧 您看这男人的手和女人的手就是不一样 大哥 再来一会儿 好的 好 好 感觉如何 挺舒服 挺舒服 不错 对 麻剑老师这个力度怎么样 有 有我这个力度行吧 挺好 叔叔感觉怎么样 我得问我老师 我做得还可以吧 做得非常好 做得非常好 麻剑老师手法到位 我手法到位 大哥 你看 行吧我这手 行行行行 慢慢体会 或者好好看电视这个片段 好吗 好嘞好嘞 来 您是请回去 好嘞好嘞 您做 叔叔您刚才 有没有觉得有什么异样 没觉得什么 都做得挺好的 挺好的 那您觉得 麻剑老师做得怎么样 麻剑老师也很好 挺腻腻揉得特别好 对 那行吧 那您回头看电视吧 好的 行 真的很棒 很棒 我还是感觉跟年龄有关 因为他52 他都65了 偏大一些 有一些 他是暴露老传统那种思想 有可能 我觉得有这方面的影响 选择请您免费看电影和相亲了 你们巧手以盼的相亲活动终于来了 这次我们的约会地点是电影院 而且不管是看电影还是找对象 全部免费 活动时间初步定在8月底或者9月初 地点在北京 即日起开始报名 有要求必须是单身 但其他就都不限制了 一人一票先到先得 想来的赶紧打电话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更想懂你环节 了解一下他们两位 几个必选项的情况 我们可以彼此交流一下 首先子女的情况 先生刚才跟我们说了 有一个女儿 但是多年没有联系了 女士的情况呢 我的情况 我孩子成家了 在上海 定居上海 我是一个人在北京 一个人在北京 对 有亲戚吗 有 有什么亲戚 是不是比较远还比较近 不是 我的母亲和我的弟弟 他们都在北京 这样 那还是主要家就在北京了 好 这是子女的情况 健康情况呢 先生健康情况还是不错的 现在经常打篮球呢 对 女士呢 可以说非常健康 好 那收入情况 先生刚才说了自己是4800是吧 4800 4800 退休金 女士呢 我可能不止这点吧 可能比这个要高点 主要现在还在工作是吧 对 好 那住房情况 先生现在是在黄村有一个宜居室 女士呢 我在北京没有房 因为我是 当初是在上海买的房 让孩子结婚的这个孩子居住 那您现在在北京是自己租房住啊 租房 租房的 住在什么位置啊 我住在昌平 在昌平 对 您跟先生这个一个大南套一个大北套 是的 这个离的是有点远 好 那下面自选项的内容 对对方有什么问题吗 可以任选一个 对方都很优秀 大高高 人又帅是吧 实在 是个过日子的人 挺好 多好多优秀啊 说实在的 确确实实 像这样的男性的话 现在还是很少 很少 不容易找 过日子觉得是一个 是个没错的 有但是吗 当时呢是后话 但是可能您是觉得先生 匹配吗 不是很匹配 这个匹配 看从哪一个角度去说 对吧 每个人这个 上的角度不一样 看问题的观点也不一样 是吧 好 那先生觉得女士呢 您对女士有什么问题吗 想了解的 您的优势是什么 就是您认为自己的优势是什么 我待会儿说我的优势很多 好 很多 也不要说我王婆卖瓜 没关系 我们特别喜欢自卖自夸的 因为我最大的优势呢 就是说我可以帮助他人得到健康 别人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是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在这个做菜方面 比较 比较讲究 对 比较讲究 比较讲究 也是也可以说是一手好菜吧 可以这么说 您觉得自己的优势 我觉得我比较善良 善良 而且对事情做事比较认真 而且通情达理 那先生您刚才问完这个问题之后 对女士现在印象怎么样 非常热心 热心肠吧 大伙治病 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优势 那我得问您一个问题了 您觉得他能帮助别人健康 您觉得特好 那刚才女士说想按一下 给您做个按摩 那您为啥不愿意呢 我还是没这个习惯 是不适应了 没接受我这方面的情况吧 那如果比如说对面坐的是个老爷们 说我可以给您调理调理 您会接受吗 那个也尝试不了这感觉 也觉得别扭是吧 也觉得别扭 通知不了这感觉 行 那您觉得女士会是您要选择的那一位吗 不合适 人家是年轻人家 咱们跟人差十几岁呢 那既然两位这个匹配度 可能不是特别高 那您稍微休息一下 好的 我跟女士先沟通一下 谢谢王王 好 谢谢您 慢一点 慢一点 三好女士跟咱们年龄差太大 您主要还是考虑年龄是吧 差13岁 三好女嘉宾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 接下来我们进入原来是你 变老的路上善待自己 这个主要还是指的您现在的工作吧 对的 我觉得这个人 尤其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 一定要善待自己 一定要对自己好 首先第一个健康是最重要的 这是第一 再有多少钱 你没有一个好的身体 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那也是等于你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领域的 家里我们组伴都是 他们都懂这个 对这个健康里面都比较强 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手法什么的 有一些技术 但是后来从父辈这一段 基本上就没有人学这个 我小的时候就 从小来像个男孩子的性格 就比较活泼 当时有时候就跟着学 因为在商里采药啊 有时候等等 一些帮助村里的人啊 后来大了就不爱好这个 不爱好看着就是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挣不住钱 所以后来就不喜欢 不喜欢以后呢 长大了成了家以后 再加上生活过得也不太好吧 不太理想 后来不就上北京来 来下海 算是下海经商吧 来打工来了 打工来了以后呢 后来通过多少年以后呢 看在家里人呢 年龄啊 这长辈年龄都大了 大了以后毛病就多了 所以您就想把过去老人的 家里的这些祖传的方法拿出来 那我特别想问问 您现在是说 咱们就是给别人 还是提供免费的帮助 还是自己开了个店呢 自己开的有店 当时我呢 大多是一分群体 因为我们接触的 都是这个农民工比较多 但是呢 比较困难的人还是比较多 我们收费呢 相费的相应的也是比较低 但是针对个别的呢 可能都是免费的 时间长手都变除了 你看手折都除了 他用手用力啊 一般都除了 来我们再来看第二关键词啊 折腾的前半生啊 您的前半生都折腾啥了 哎呀我的前半生都白活了 在我的童年来说 这是非常不幸 三岁的时候 这个父亲就去世了 然后呢就我跟弟弟 我弟弟一岁多 那个时候母亲 承受不了那个打击和压力 就把我们俩认了就走了 走了以后我们 我弟弟就被这个爷爷奶奶 和叔叔收养了 我是女孩子嘛 没人要嘛 从那时候我就开始 过上乞讨生活 走随家在随家吃啊 走随家在随家睡啊 走天边路 那个地边 倒下就睡 就那种 因为三岁多嘛 什么都不懂嘛 所以说就没吃没喝嘛 太难想象了 对我三岁多的时候 我就自己洗衣服 那个时候家里很困难 奶奶是个盲人 双部失明 爷爷呢已经是高龄了 六十多接近七十岁了 一个叔叔呢 为了收养我弟弟 一直没有结婚 家里所有就是说四口人 有三个就靠我叔叔 一个人养着 农村那个时候靠公分吃饭了 嗯 很不容易很困难 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没人 就没人收养嘛 那后来呢 嗯 后来的养母 后来到六岁 六岁多的时候 后来就碰着这个养父养母 嗯 他们家没有孩子 然后就给我收养了 所以说从那个时候 我就有了一个正常的家庭吧 嗯 在养父养母家出来也接受了教育 那么也感受到了父爱和母爱 看起来有一个人生的经历啊 对 一家一本难念的经历 每个人经历的故事都不一样 嗯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关键词啊 不想提往事 这个恐怕说的就是 您跟前夫之间的关系了 嗯 29岁离一了就来北京了 29岁就分开了 那你们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嗯 19岁 别人介绍的吗 早婚 还是自己找的 那个时候年轻嘛 同在一个亲戚家里 去跟人家煮售 嗯 春节期间 他们家也跟他们家是亲戚 同在一家 嗯 去煮售了年轻的时候嘛 反正年轻的时候不懂 因为我觉得我那个时候 是最傻的一个 知道吗 因为傻不懂 可能是发育得晚吧 在一个亲生也低 反正就在一块吃完饭 就没事在一块玩那个扑克牌 嗯 玩扑克牌呢 然后呢人家就说我们搞多像 哦 我说没有啊 没有搞多像啊 然后呢人家就给我的父母 就搞得壮啊 说我们搞多像 嗯 说我们两个都说好了 嗯 说都都统一都喜欢 没问题 就看父母的了 然后我这父母呢 也老实嘛 夯后老实嘛 就那种 嗯 也不问也不问清楚原因 然后结果就这么多就把事办了 对 哈哈哈哈 那后来婚后呢 其实这样稀里糊涂的 有的时候也未必就一定不好 那你们之间出了啥问题 嗯 我们家和他们家的差距很大 因为我们家虽然是我收养的 但是我父母对我来说啊 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其他说是收养的那种 看法 嗯 就是亲生的 在这个整个家族中间 对我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 嗯 嗯 非常好 那么在他们家里呢 就是子女多 嗯 而且受的教育文化都不 都不一样 嗯 他们家里呢就存在一个什么呢 男尊女卑 嗯 嗯 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家里面呢 就是人人平等 嗯 所以说在这个方面 就出现很大的分歧 嗯 所以说会经常发生一些摩擦 再加上呢那个时候 我也在单位工作 嗯 我在单位工作呢 从他们家里面呢 就缺劳动力 嗯 就想进前方北京呢 把我整到农村去种地 哦 对 我们家里呢都不愿意 不愿意 这中间就尝试了一定的问题嘛 嗯 就这种 时间长了 这矛盾越来越 越来越 越多 越多 越严重 所以说小矛盾 就造 导致到后来 不可收拾的局面 嗯 就这样 两人就分开了 那您从29岁到北京 然后到现在 跟前夫还有联系吗 当时自从孩子成了家以后 就没有联系了 不再联系了 嗯 现在要找的话想找什么样的 就起码 我觉得是三观一致啊 要找一个知冷知热的 人品比较好一点的 嗯 这是最主要的 还是要有一个志同道合的 志同道合 不能凑合 三观一致 然后知冷知热 总之它是个伴 那您现在还在这个打拼和奋斗 那您对对方在这个经济上 或者是在他的状态上有什么要求吗 嗯 他需要支持您的工作吗 嗯 嗯 那肯定 我觉得是应该必须支持 嗯 那您还需要他和您共同来奋斗吗 嗯 不奋斗可以 但是呢 要对我的工作进行支持 嗯 因为我毕竟我不觉得我大啊 我就觉得我才28岁 是 日子过得好快啊 就是 你眨眼这个年纪就过去了 就是就是 嗯 嗯 所以说呢 我觉得我这个年龄呢 还是需要打拼的时候 养老这个年龄太早了 嗯 嗯 明白 嗯 好 来 那我们接下来 这个听听几位老师给您的建议哈 我们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 您确实存在这样的特殊性 嗯 因为到了这个年龄 可能更多是需要这个休息和陪伴了 然后您还有这样一个追求 当然这个东西是选择 每个人的选择都没有对错 只是不同 所以呢 可能要遇到说和您一样选择的人 这个几率就会小一些 毕竟在这个年龄段 嗯 那可能呢我认为呢 如果说能够给您一些建议的话 就是您能不能稍微的放宽一下您的选择 就是可能降低一下您所对事业的追求 或者对方对您事业支持的标准 这是我一点点小的建议 然后第二来讲 如果真的碰上一位您觉得很心仪的先生 我个人认为咱到了这个年龄阶段了 跟着对方的这个生活节奏去走 也不一定是件坏的事情 您作为考虑 嗯 感谢感谢 那个四川人 对 一潭四川 山清水秀人节地灵 同时呢 我身边的四川的那些同学朋友们 也特别能够吃苦 所以我相信您这一路走过来 也是摸爬滚打 才有今天丰硕的成果 也感谢自己 感谢自己的努力 那么对于这个婚姻 我是这样来看 我是这样来看 为什么一个人在事业中一直那么执着的努力 而且您刚才谈到了一句话 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 其实还是有那种18岁少女的情怀 还是渴望沉浸在一份情感之中 所以我也祝福那位男士早一点出现 让自己的生活更美好 同时也希望您早日清晨 感谢三文老师 感谢 好 那我们今天已经和几位男女嘉宾都见过面了 那他们之间会不会做出一个最终的选择呢 接下来我们进入最后的环节 现在我们场上的几位男女嘉宾 又再次回到了我们的舞台上 接下来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了 那两位男嘉宾今天也都认识了我们场上的女嘉宾 我们要做出自己的选择吗 来一号先生先说吧 今天那个节目是都挺优秀的 但是从各方面不适合我 今天就谢谢 我就不选了 您放弃了 放弃了 好 来那行 您把话筒可以给我们的二号男嘉宾 三位女嘉宾您要做选择吗 三位女嘉宾都很优秀 我就不选择了 因为没有适合我 明白 今天有点遗憾 但我们在场上没有擦出这样的火花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两位先生各有特点 其实都非常非常的优秀 都是特别本本分分过日子的人 那我们电视机前如果有女嘉宾 对她们感兴趣赶紧打电话 那更不用说我们场上三位女嘉宾了 各个貌美如花 我们的女嘉宾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秀 我们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 如果有对她们感兴趣 也赶紧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 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选择啊 正在积极筹备第十三届集体婚礼 那如果您是在选择牵手成功的 诚挚邀请您回来 参加这个庄严而又幸福的仪式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好消息 是给到各位观众朋友的 如果说您想作为观众来参加 我们的集体婚礼该怎么办呢 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报名 届时呢我们将结合场地的容量 和疫情要求 开放部分观众席位 先当先得 报名电话 010-6331-2752 6331-2752 我们集体婚礼上见 遇见那么不断地爱学习的人 真不错 谈谈当当当的那种 特别好 因为否则的话应该是领证 正好符合我心里 我也这么想的 我是冲着谁谁谁来的 女士请上来 等会儿 等会儿 你同意 请你了 不过我可以竞争 可以竞争 杨肠健康北京 还是全民健康学院 天天看 对对对 看完了我是 你们俩聊了多久了 坐这儿 有十分钟 施加聊了十五分钟 也是十五分钟 也是十五分钟 愿意上去追着这位女士吧 可以可以 二号先生对一号女士的印象 是非常好的 见还是不见二号 一是可以留在这儿 接下来见二号先生的 她要觉得行 我就不见下一位了 已经定下来了吧内心 我现在正在考虑 六十五岁的苏女士 晚年选择与子女一起生活 但 喂 妈 我晚上加班 不回去吃了啊 不一样的